在各种演唱会上,被激光笔追射的事件多又发生,之前有EXO9%等组合在演唱会时被发现,最近一次就是在TFY5周年演唱会上发生的,此时一直是各粉丝群体不可触碰的底线。 谁知道这件事情居然又发生,在了最近爆红的朱一龙的身上,朱一龙最近一直都在上海和邓伦以及杨颖一起拍摄电视剧《我的真朋友》,虽然已经到了最后的拍摄阶段,但是大家都没有松懈,早出晚会非常的静静,而就在拍摄完毕回到酒店的时候,朱一龙原本高兴地进了酒店大厅,准备面对等待已久的热情粉丝的时候,却遭到了激光笔追射。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,在朱一龙刚刚进入大厅不久,激光笔就在他的头上来回晃动,幸好朱一龙戴着口罩以及压舌帽,看到有激光笔照自己也没有动怒,低头后只是用压舌帽遮住眼睛部位。 看得出来,朱一龙的心情瞬间跌落,非常郁闷,然后急匆匆地进了电梯,网友看到视频,纷纷表示这种事情已经触碰了底线。 我看得只想哭,这么清澈又明亮的眼睛,为什么有人忍心下手,睡前看到这种信息,真的是难以入眠。 我真的在对着这件事,上面才会开脉,已经多次了,它还这么好,我都保护不了它,激光笔有多大的害处。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了,但是想必现在也应该再次科普一下,激光笔的热效应会伤害孩子眼睛和皮肤,瞬间点燃火柴。 如果激光的能量足够强,还可能导致永久伤害。 即便你不喜欢朱一龙,也请不要故意伤害,因为喜欢他的人很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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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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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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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